这位两岁男童在幼儿园领到了一人腹食小红包之后 回家拆开来把玩 并且放入口中尝试看看味道的时候 不小心吞入卡在食道当中 当下就立刻跟爸爸妈妈表示 他胸口不舒服吞咽困难 因此家长立刻带来本院求诊 那S光片我们可以看到一人的硬币卡在食道的中央 因此我们立即安排了味境 可以发现一人硬币卡在食道当中 我们使用内饰镜的夹取义务夹取钱 把一人硬币移除 之后想后恢复顺利 从急诊就顺利返家了 新春的时候大家都会发一人硬币当一人腹食 小红包给大家沾沾喜气 但是要提醒家长一人硬币或是电池呢 因为外表长的亮晶晶跟好吃的糖果 饼干的外包装很像 所以小朋友常常会拿取来尝尝味道 试试看好不好吃的时候 有可能呢就会不小心吞入 那因此卡在食道 那电池又属于更危险的东西 因为它会放电 导致食道的腐蚀 甚至是破裂 那后续会引发食道的狭窄 因此呢还是要建议家长呢 如果拿到电池或是硬币的时候呢 帮小朋友收取在补义拿取的地方 或是教导小朋友呢 看看就好欣赏就好 不要拿来吃 那如果真的不慎发生 义务吞噬的情形呢 请不要催吐 尽速就医 催吐有可能会让义务跑到呼吸道 导致窒息 这样的话风险更高 请尽速就医就好